蝦子 香菜 無醋和蒜泥 頂上招牌漏灶後 再來顆滷蛋點綴 一碗古早味蛋仔麵 立刻出爐 切開金黃上蓋 再到鹿滷白色內餡 台南傳統美食棺材版 也是不少老饕的愛 我認識台南是台南的食材 這裡有很多東西好吃 臺南不只用美食 征服外國遊客的味蕾 引人入勝的歷史遺產 也成為焦點 古色古香的樓房和廟宇 還有堡壘和塔樓 滿滿歷史氛圍 就像穿越時空的隧道 因為我們新加坡比較繁華 這裡的人 風土人情方面 我覺得比較好 比較清晰一點 即將邁入四百歲的 臺南府城 最近被國家地理旅遊雜誌 自選進二零二四年庫景點名單 和義大利旁背古城 中國西安一同上榜 也是臺灣唯一獲選的城市 臺南說實在 我還挺喜歡這裡 百年歷史的古德店 掛由紅色燈籠裝飾的神農街 以及醃脆風泡萬箭齊發的盛況 臺南不只小吃 令人流連忘返 獨特迷人的歷史風貌 別讓府城古都的美被世界看見 關於新聞全顏 衛科指引陽閣 台南採訪報導 最劇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 晚間十點請鎖定 團羽一把抓